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興 中美關係差,中概股回歸 在未講到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表現 全日恆子跌了119點,收報24280點 跌市成交大增,有1242億 今日港股是連續第三天出現這個陰燭 走勢上,可能又要轉回去,下視環行區底部 等一會再講大視 我們先講今天的題目,就是說中美關係近來很一般 可能會搞中概股,因為金融戰似乎已經打響了 似乎在美國上市幾不利的中概股 現在的中概股都考慮加速回歸,回來香港上市 美國國會參議院星期三的時候,表決通過了一個法案 如果中國公司未能夠遵守美國監管規例或會計準則 將禁止在美國證券市場上市 亦都不能向美國投資者募集資金 即是要遵守美國的法律,遵守美國的會計準則 如果不是,就不能上市 或者甚至無法集資 在收緊這些條例之下 很多中概股,例如京東、網易 這些都盛傳在6月,會回來香港做第二上市 中概股其中一隻龍頭八道,亦都在傳說內部 在考慮,回歸來亞洲區上市 雖然沒有說實在香港,但應該香港的機會都大 一連串這些股份,回來 還有什麼呢,例如大市值,還有拼多多 應該都會陸續回來 一批回來之後,香港一來就充實了香港 中概股那些特別科網股類的股份 因為有些市值都很大的 以來就令到香港,中國內地以外的地方 以前分去美國,例如N股 即是去美國,或者是下來H股 可能就會多一點回來之後 香港就成為中國境外 一個最主要股市上市的地方 就是香港了 雖然一向都是,因為騰訊、李爸爸都已經在香港了 不過如果越來越多回來 就對香港這個金融市場的地位 即是中概股這個地位就更加牢固了 所以應該都是有利的 特別是有利什麼呢 有利港交所 當然港交所已經升了很多 反映了就不用一定高追的 等它回回的時候,大家再考慮 好了,先說回市 恆子打橫走 連續第三天 出現這個 小金竹可以說是三菲烏鴉的 今天 還要低低地收 恐慌,它有機會再回到環行區底部 環行區底部都試了一次 即是4月22日第一次 最低位23483 23483 接近23500區 這一天 5月4日的時候 就是23584 亦都是23500區 所以 這裏其實有一次第三次 這次如果再下降 有機會都是下回到大概23500區 作為支持 如果真是跌穿23500區 那就當然不利了 因為環行了一個多月之後 如果再穿的話 即是一個 就是 trap了一堆人 但是現在未跌穿的 現在回落 都當它還是一個打橫行 不過有上高升 又升不穿的時候 又要再下降 國企指數的情況都是這樣 連續三天 又是三非烏鴉 衝上去又是突破不了 突破不了這個 4月29日高位 是10108 10108 突破不了 下降 又可能要試試 4月22日那些低位 就是9516 即是9500區 1018區 1018區 以及9500區 上高就是阻力 下面就是支持 下降 就不是一定會穿的 打橫行先 直到它有上破或者跌破 明確方向為止 我個人 仍然都是稍稍有少少 覺得都是偏淡一些 因為為什麼呢 故事有一句 傳統的說法 10個牛皮 9個淡 上上下下之後 上不到去 都是怕跌的 五窮六絕 雖然5月又不算特別窮 不過都是打橫行為主 6月仍然都可能要擔心一些 看看會不會有刺激的消息出現 沒有的話 可能都是向下的機會大小小 至少短期有機會 再試勢密集區底部 剛才提到 有利港交所的 就是因為中概股回歸 所以中美角力之下 關係 轉了差一點 但是有利的股份 就是可能港交所 雖然 李兆佳 明年10月 或是更早的時間 可以不做 曾經抖一抖 令港交所 但是現在 因為這些 全中概股加速回歸 所以就扯了上去 今天收271 最高的時候 見過274 連續 這幾天 成交大一點 就是前日和今天 成交都大 現在高位 又不一定要高位追 這裡有一個 上升裂口 上升裂口 介乎256元 和260元8毫子之間 看看有沒有機會 今天 一個其實都是 好像射擊之星 有機會會回吐 回吐的話 看看會不會補上升裂口 在這個上升裂口的水平 才考慮買到未遲 等它回 甚至乎 如果有耐性一點 可能會等待這個密集區 這個密集區 介乎240到255元 這個區域才來收集 讓中概股 應該有利 今天升的股份 都是比較傳統的股份 例如中移動 中移動 以前有一個綽號 叫南燈龍 到中移動升的時候 恐怕市場都升得差不多了 不過中移動今天是第一天 升3% 暫時仍然在下跌通道之內 還未突破 觀望先 看看有沒有機會 充多一兩天 記住這些股份 都是短炒為上 因為其實它都是一個 下跌通道入面 不是說 有一個明確的消息 刺激到它慢慢地上去 港股方面 其實都比較悶的 就是恆子打橫行 各子打橫行 現在港股都悶了 短炒為上 撿到就撿 撿不到的話 就不需要 心急了 外圍方面 反而 美股 都是打橫行 這個道指 但是納子 那方面 就一直在踩油 去到哪裏呢 去到這個下跌裂口 再上的話 補到這個下跌裂口 再上的話 是甚麼呢 挑戰歷史高位 2月19號高位 是9838點 昨天收9,375 差不多了 美股之所以 特別是納子 之所以是特別好 就因為 放水 放水之後 那道指又不是特別好 因為很多傳統股在裡面 傳統股又不去的 即是說實體經濟 就不是很好的 放水之後 那些錢只會流入去甚麼呢 就是那些 科網股 即是 有前景的那些股份 所以 湧下去那些股份 令到這個納子 特別強 所以大家要認識清楚 那些資金是怎樣放的 OK 今天時間關係分析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